作词曲 李宗盛 那个哈欠 吹在草地上 标要为难 你陪我玩耍 狗狗天堂 这就是狗狗天堂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只可爱的狗狗 他和他的主人 一起快乐地生活着 这就是那只小狗的狗狗天堂 直到有一天 小狗迷了路 小白 小白 你在哪里 小白 小白 在哪里 哈啦啦 笑死我了 看那只没用的小白狗 一定是为了让人 才会那么难笑 一点也没错嘛 话我们什么都不怕 那是因为我们都是搞笑的 聪明的 黑狗帮 黑狗帮 天地下我最大棒 看不顺眼通通想 你眼睛可放凉 黑狗帮来快 多长 闯进你家吃食物 看到小猫就欺负 烂咬东西不洗澡 没人敢当我的路 闯进你家吃食物 看到小猫就欺负 烂咬东西不洗澡 没人敢当我的路 黑狗帮 黑狗帮成立于两年前的圣诞夜 由黑狗老蛋 带领着一群在热赛场的流浪狗 所成立 里面有羞猛的狼犬 小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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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猫的名字吗 哈啦 这又不是我群的 我的主人希望我能够用羊美 像是一只猫一样 结果没有想到 他长大以后不能这么高大 那么强壮 于是主人友谦就跟我说 你要是能瘦一点 小一点 更像猫一点 我就会更爱你 可是我是德国王权 于是我就被丢掉了 哈哈哈 过去了 都过去了 Lucky是个顶格鲁 从小就爱饿过去 我会咬害男主人的东西包 坏 咬坏女主人的高跟鞋 恶坏 咬坏小主人的作业本 超级坏 可是有一天 还咬咬坏了 多久了 那天 只能买到新的地方 只有咬杯在当垃圾场 我刚 我还能去什么地方 黑狗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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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能玩 黑狗棒 也没人离 黑狗棒 我们一向都更加 只好自己成一棒 黑狗棒 黑狗棒 四海为家最奔放 自由自在 没人懂 四海为家最奔放 但现在又黑狗棒 我是匹匹 最活活的巴哥犬 我是来自最聪明的老妙犬 匹匹有主人每天都会在旁边玩 可是匹匹总是忍不住不被松鼠 有一天 有只松鼠跑得好远好远 匹匹一直追着他 他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来福在主人的训练下 从小就得到狗狗飞盘比赛第一名 狗狗跳高比赛第一名 狗狗上棋比赛第一名 好啊 可是每天训练实在开脸 所以我才溜出来 哪里有人陪我玩 哪里能够没人管 黑狗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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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是有梦想 书香军人在身旁 被摸摸被塞 让我拦在他身上 梦想我们是梦想 现实确实在流浪 没有狗虚和沙发 只有跳蚤在垃圾城 黑狗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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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碰下 你眼睛可要放亮 黑狗方圍快多長 好厲害 他總是會很酷的說 只要是狗狗,我都會保護 耶! 所以我們都叫他 黑狗老大 聲音哭 好可憐 好悲傷 可能被主人丟掉 或是教教主人 蛤? 就是走私的意思 欸? 但不是剛才認識小白狗嗎? 這麼厲害 叫兩次啊 他就哭成那樣 哈 不要開玩笑了啦 小朋友 你家給我名字 我是小白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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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小主人不見了 小白 你聞得到回家的路嗎? 不知道 我是坐車來的 我當年就是坐主人的車 從這裡把我丟下來的 呵呵呵呵 過去了 都過去了 被教教沒關係啊 沒人管的日子更開心 你家都可以狗幫吧 哪有 還是有主人比較好 才不會呢 主人的要求多高 他是更好的主人啊 這不是所有的主人都是那樣 你們好吵啦 我不是被丟掉的流浪狗 我自己又才找不到主人 而且我的主人 是全世界最好的主人 但是呢 是真的 當我做錯事 小主人會原諒我 冷冷保護我 我跟不上時 他會停下來等我 他會陪我玩 陪我跑 陪我笑 更會用愛擁抱我 好像暖暖的太陽 哇 為什麼他的主人 就可以對方那麼好 呵呵呵呵 都過去了 都過去了 不可能有那麼好的主人的 不信就算了 哼 我要去找回家的路 你記得你的家在哪裡呢 不知道 我只知道在日出的方向 日出的方向 太陽在 在這邊 喔 好痛喔 好痛喔 你怎麼可能自己找到回家的路呢 更不況 附近還有偶依不狗對 可怕的 他們就可以抓到狗狗監牢喔 偶依偶依偶依不狗對 小心小心隨時會出現 偶依偶依偶依不狗對 一隻 一隻兩隻三隻 一隻兩隻三隻 沒有主人的抓到籠子裡面 一隻兩隻三隻 沒有主人的抓到籠子裡面 偶依偶依偶依不狗對 偶依偶依偶依不狗對 小心小心隨時會出現 偶依偶依偶依不狗對 黑的 白的 灰的 沒有主人的 偶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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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好痛! 爪爪!我有你! 爪爪!爪爪! 先去追那隻大狗 看暗了 看暗.... 不見了 你也 不見了 孤單的 我猜 怎麼會走到這 這是什麼地方 我喋喋喋喋 这是什么地方 你都不在身旁 这是什么地方 孤孤单单的流浪 这是什么地方 你在什么地方 这是什么地方 你在什么地方 这是什么地方 我失去方向 都怪你了 老赵为了救了你 还受了伤 害得小米也一定被抓起来了 这就是流浪的命啊 可怜的小米 假如我们有主人的话 吴宝贝就不会来说我们了 我们就是没有主人啊 不用看这些没用的话 平常都是你在开玩笑 我就不懂说吗 好辣好辣 你的脚还好吧 没事 谢谢你 我又不是黑狗帮 你还来保护我 生对不起 只要是狗狗 我都会保护 好巧啊 我的主人也常说这句话 怎么可能 不是猜猜狗狗它也会保护吗 会啊 太夸张了 是怎么可能 以前我就是流浪狗啊 什么 是啊 我是在街上长大的 是后来小主人收养我的 是不是假的喔 好可思议喔 你的主人可以那么好 我知道我们现在可以去哪里了 我们送小白回家 然后要他的主人收养我们 啊 开玩笑的啦 好主意 狗牌的主人怎么可能会同意呢 可是他说 他会保护所有的狗狗啊 你真是太天真了 主人不只想管人啊 根本就不爱人 对 因为主人爱我们才会管我们啊 不然没人管的话 不就和流浪狗一样吗 可是他们有很多规定 很不合理耶 像是规定我们要洗澡 想洗澡才不会有跳澡啊 其实会有很多跳澡耶 我还有试试呢 你看 在这里好大只哦 他 他真的会收养我们吗 嗯 只要你们愿意的话 我不相信有那么好的事 是 这样吧 我们用表决来决定 想去小白家的平均奖 嗯 假如他是有好的主人的话 我愿意试试看 我也是 我想先去看看我们的个性 适不适合再说 我不相信 我不去 唉 可是为了要保护大家 我会跟你们一起去的 耶 在一路上 大家要慢慢的改掉流浪狗的坏习惯哦 没问题 只要不要管我贴凶凶 只要不要叫我洗澡 只要不要管我 我不会想念的 唉呦 这样还是跟流浪狗一样呢 可是我就是不想听别人的话 我也自由算了 我真是很想贴凶凶嘛 有主人也会有不同的快乐与自由哦 而且我们可以慢慢的练习啊 好吧 你不过我再回来去流浪狗就好啦 这样也不吃亏 啊 卖猴 小白 你说你主人家是在什么方向 日出的方向 好 我们出发 是 好 开起口 朝太阳前进吧 拎着光 就不会失去方向 就算夜里迷茫路 相信终究会点亮 太阳升起的地方 我要害怕前往回家 我好餓,走不動了 今天走累了,我們先睡在這吧 哎呦,好癢喔,我睡不著 你只要習慣剛剛的生活,一定要可以睡得著啦 我們要努力變成乾淨的狗狗,主人才會喜歡我們喔 那,我們去個邊洗澡,順便玩水 好耶,我要去 我也要去,好久沒洗澡了 那邊小河 走啊 原來我可以這麼想演,你們 欸,你們看,那是誰 是我 黑狗老大 天啊,太誇張了 他竟然變成了白色的耶 因為我流浪太多年了,而且都沒洗多少 我原本的名字其實這麼白 什麼 我們叫了這麼多年的黑狗老大 原來是白的 哈哈哈哈 我們出發吧 《開啟口朝太陽前進吧》 《開啟口朝太陽前進吧》 《一枕狂,就不會失去方向》 《中三夜裡閉滿路》 相信終究會月亮 太陽升起的地方 我又快跑前往回家 回到你的食堂 牛肉兒已經成為過去 轉過身又到國之一發香 只要願意出發永遠不怕趕路上 一步一步步再會走往 看西頭朝太陽前進吧 冰著光就不會失去方向 就算夜裡迷了路 相信終究會見亮 太陽升起的地方 我又快跑前往回家 回到你的身旁 只要開始永遠不怕趕路上 一步一步朝著 夜宿的方向 只要開始永遠不怕趕路上 只要開始永遠不怕趕路上 一步一步朝著 夜宿的方向 黑狗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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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下我最大棒 看不順眼通通想 你眼睛可放涼 黑狗棒來快躲藏 闖進你家吃食物 看到小狗就欺負 爛咬東西不行早 沒人敢當我的路 闖進你家吃食物 看到小狗就欺負 爛咬東西不行早 沒人敢當我的路 闖進你家吃食物 黑狗棒 黑狗棒 天地下我最大棒 看不順眼通通想 你眼睛可放涼 黑狗棒 黑狗棒 來快躲藏 闖進你家吃食物 看到小狗就欺負 爛咬東西不行早 沒人敢當我的路 闖進你家吃食物 看到小狗就欺負 爛咬東西不行早 沒人敢當我的路